时间不能配合 就算有钱时间配合 结果一切旅游的条件 突然改了 你也不能配合 你现在想要买一栋房子 本来看众议的 结果看姻缘 看姻缘 看到半年跟一年以后 糟糕 越看越贵 被卖走了 所求不能如愿 这也很苦 可是修普贤十大愿 请注意画起来 圆满一切诸愿海 世诸世间 只要是清净的 正确的 你不能说 大费观世音菩萨 让我卖毒品 生意非常好 答案你绝对不会做好生意的 你卖普贤菩萨 我告诉你 我先来放高利贷 希望生意好一点 答案觉得生意不好的 这里讲圆满一切诸愿海 是指清净的 而且是利益众生的 一定会圆满你的愿望 所以 所求要如愿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 清净供养诸佛海 要清净诸佛 要到佛的净土去 修行无倦经节海 我们有时候修行会觉得很疲倦 碰到困难来了 哎呀 修行好苦哦 老师跟你讲一句话 修行是真的很苦 修行是真的很苦的 像我在商业经测 对不对 我们的学生 白天要上班 下午老菩萨要来值班 对不对 晚上要来上课 这真的很辛苦啊 世间白天 已经靠近了体力 有时候晚上上课 我看到学生就已经嘟咕了 我也不忍心骂他 为什么 他已经能来了 不错了 他已经睡早了 那每一次都觉得 嗯 师父你讲得很好 师父讲得很好 然后呢 我刚才问他 你刚才讲什么 哦 师父我们法喜充满 我说你男友法喜充满 你睡得很好 我说去喝喝水 工作很辛苦 所以 世间人工作是耗尽你所有的生命体力啊 因此商业经测 除了上课共修 我们就排校外教学 有临终关怀 还有电影欣赏 有时候又有朝圣 对不对 还有有时候呢 又有新春茶会 为什么 是希望多元化 让他觉得修行不要那么苦 对不对 像我朝圣的时候 师父还要当讲义啊 带导游啊 对不对 然后我要带他印度去尼泊 四大名山 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呢 有时候还要带他去走走啊 对不对 后来他才发现 其实大雪坪功力最深的是师父啊 对啊 所以其实修行是真的很苦 但是苦当中请写下来 要常常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别人 修行要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别人 不要去苛责怜忧 我们不要动不动就骂他 你怎么做得这么不好 他已经上班很辛苦了 然后呢 再来跟你做义工 还要被你骂 他将来就不学佛 他就会退到心 所以良师益友之间 要相互鼓励 修行才不会退心 修行是真的很苦 我没有骗你 对不对 不然你看这么晚礼拜天 干脆我们去 JESCO或TESCO去逛街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下次禅修完 带大家去吃冰淇淋 对不对 想到冰淇淋 你就会高兴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你现在就微笑了 所以修行是真的很苦 但是中医 注意听 苦是有代价的 第一 鼓励自己 鼓励别人 第二个 这个苦 可以解决你轮回的痛苦 你不用生生世世再受 生老病死的痛苦 第三 假如你今生精进的修行 将来能够生到佛的净土去的话 那你生生世世的苦 是有意义而有价值的 我讲一个师父真实的例子给你听 我自己住的地方跟今生有个段路 这样子 我住在淡水的地方 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商业机身有一日禅修 有时候我还要来开会 有时候我自己坐坐很晚 坐到半夜两三点 我早上好不用起来 闹钟起来 吃一个简单的早餐 礼拜六礼拜天 我看很多人都在淡水去玩 然后有时候师父骑着摩托车 第一个念头我也会想 我干嘛这么苦 人家都去吃喝玩乐 我干嘛这么苦 第二个念头我就会转 那个快乐是短暂的 你要去想一想 就算你今天 尤其是像退休的老菩萨 退休以后做什么 你说就要去世界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玩完以后得到什么 因为你讲 then so what 你可能回来要拜大悲惨 因为你在吃喝玩乐当中 造了很多恶业 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第一个念头你会觉得 轮回真的很苦 第二个念头你可能会羡慕人家 你看人家也不用念普贤行愿品 对不对 人家不用做功课 每天就吃喝玩乐 可能第二个念头你会羡慕人家 但第三个念头要转回来 就算你得到了 又得到了什么呢 第四个念头 你就会鼓励自己 哎呀 我是有善根的 我这一生还学习佛法 我这辈子还是三宝弟子 我来生啊 不希望继续轮回 然后你就会深呼吸 念三遍 大悲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还是来佛堂吧 我这样就去开会了 我有时候甚至讲经之前 我都是生病发烧的 可是师父只要一发愿讲经 我讲完以后 我的病就好了 因为那也是我过去的恶业 我自己知道 每当我用功要修行 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 就会生病 而会有不舒服 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考验 所以什么叫做魔障 写下来 散乱心就是最大的魔障 动摇你的道心 那是最大的魔障 魔不是在外面 不是那些幽民皆众生鬼 魔是什么 放弃你自己 是最大的魔障 所以散乱心是最大的魔障 动摇你的道心 是最大的魔障 让你放弃一切 都是魔障 这写在般若般若密经里面讲 所以菩萨要觉悟 修行要鼓励自己 要鼓励别人 好吗 各位联友好吗 相互鼓励 知道吗 一年师父只来一次 明年一来 希望你还活着 我会祈愿你长寿的 不要明天来 明年我一来 我问某某联友 干部就会跟讲 师父他无常了 又掉到轮回的大海里了 不见了 知道吗 最后看四十一页 请做记号 请做记号 这是整个普贤行愿品 记颂的总结 如果你问师父 普贤行愿品 假如以修的角度来讲 哪一首记颂最重要呢 答案是第三十六页 第十九颂 勤修清净波罗蜜 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战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这个记颂非常重要 其实每个记颂都很重要 对不对 只是告诉你 假如问的角度不同 二十三跟二十四 是指同参道友 若你说 普贤十大愿 做个总结 也是回向的话 答案是三十八页 第四十一颂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圣菩提诸行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悟菩提 这是总结 普贤十大愿 从上前面 一哲理尽诸佛 出现了这么多祭颂 到这里四十一颂 是一个段落 它就是总结 请看四十一颂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 最为殊胜的菩提 广大的大愿大行 是什么呢 就是普贤十大愿 善才童子参访 普贤王菩萨说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若要在最短的时间 快速成佛 没有一个佛呢 不修普贤十大愿的 所以藏传佛教的 四家行里面 七支供养 就是普贤十大愿的浓缩 各位可以看 师父送给你那本蓝色 大宝法王的讲义里面 就有讲 七支供养 就是普贤十大愿的浓缩 所以学金刚寸 从哪里开始学 从华严经的普贤十大愿 接下来看经文 我皆供养圆满修 我生生世世都要跟随佛学 身口意供养 身口意究竟圆满的修学 希望以普贤菩萨的加持力 怨恨力 加持我跟一切众生 早日证悟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请看长行文 三十八页第六行 圣男子 是为菩萨摩赫萨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 于此大愿 随顺去入 把随顺去入画起来 随顺去入就是 照这十大愿 开始念 背 甚至开始去做 你就能够成熟 利益一切有情的众生 请看幻灯片 师傅有变颜色 则能随顺 方向正确 一定会朝向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条大路 也就是你身身世世 都不会走到外道 不会走错路 会遇到良师 亦有好环境 身身世世能够 尘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 是故善男子 如于此意 应该如是 清净圆满的正确理解 普贤十大愿 事实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祭奏是讲什么呢 重复祭奏 然后再讲 念这部普贤行品 品有什么功德 然后最后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好 接下来看 物事 重颂一切诸佛大愿 好 请看 商业经社的华言三圣 这是我们经社已经供了快十年的木雕 好 然后 桂音请记一下 我只有带几张而已 如果在座的莲友需要的话 我可以再请台湾的干部 在空运记过来 每个人可以拿一两张 好 当你诵经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观想用 这是非常庄严的 是台湾的 应该是三亿木雕彩绘 然后加金漆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好 哦 对对对 普贤行愿品里面 第一页有 你可以把它割下来 然后也有牵手观音 可以去复背 对对对对 谢谢你提醒 好 普贤行愿品的 汉语拼音 上面我印了 你可以把它裁下来 我没有单独印 好 所以 请看 那讲华言经 华言三圣 中间的呢 事实上就是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有几个解释 讲外相的大日如来 也有讲自信的大日如来 自信的大日如来 就是自信佛性中的光明 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 不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你自己也有自信的阿弥陀佛 我们讲大悲观世音菩萨 不但是指佛堂 我们供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百亿大事 你自信当中也有大悲心 内跟外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所以大日如来也代表 自信福性的光明的显现 好 请看济诵四十二诵 一切如来有长子 匹名浩曰普贤尊 先把普贤菩萨画起来 普贤尊 待会会讲 普贤跟文书 这两个大菩萨 在华言会上都是很重要的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愿诸致行西同比 这里的比就是前面的 普贤菩萨 所以在 还有一本经叫做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说大乘里面呢 假如你今天要忏悔 发愿 你可以对谁忏悔 当然可以对佛忏 也可以对菩萨忏 一般人都是对 拜大悲忏 拜观世音菩萨 一般人都呢 送地藏经 向地藏菩萨忏悔 可是在华言会上 释迦牟尼佛说 那一个忏 一个忏 一个忏 是个别的 那有个菩萨就站起来 请问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我们对一个佛忏悔 或一个大菩萨忏悔 那所有的诸佛都接受你忏悔呢 释迦牟尼佛说 有 对普贤王菩萨忏悔 所以 西藏佛教的四家行 第一个忏悔家行 金刚萨都百知名 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所以百知名就是一百个本尊的咒译 对不对 那就像我们大悲咒一样 它有一百个种子字 就是一百个本尊的种籍 就是谁 普贤王菩萨 我翻译一下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的如来 有一个最伟大的法王子长着 他的名号叫什么 普贤王如来 我今天回向 过去现在未来 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根 都回向了 像普贤菩萨一样 具有广大的智慧 广大的怨恨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 文书跟普贤 是常常被相提并论 但是要让众生心定下来的话 假如你是修 波耳波罗蜜的话 那你是专拜 文书施利菩萨 但是假如 你是要忏除业障 发广大的怨心的话 那要专门拜 普贤王菩萨 那拜普贤菩萨的时候 观音跟地藏 跟弥勒八大菩萨 都会忽念你 我再讲一遍 所有的菩萨是无我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讲 东方药师佛 跟西方阿弥陀佛 还会抢信徒的 你念临终八大菩萨 不要去阿弥陀佛啦 药师佛来呀 来呀 来这边坐呀 这是法师讲 我听得都笑死了 法师讲得不一定对 答案是什么 他把它这样解释为什么 佛是由我执的 事实上任何一尊佛 都是无我 解下来 金刚经讲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答案是 佛有神通 会看你这个人 在哪里 比较容易开悟 假如你多生多劫 都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当然那你就求生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是最快开悟的 阿弥陀佛也不会吃醋 药师佛也不会抢你 假如你多生多劫 跟地藏菩萨有缘 那你就发愿 去见地藏菩萨吧 到了地狱里 你不要怕 所有人看到这地狱 但是你是看到 地藏菩萨的七宝宫殿啊 因为你就在地藏菩萨旁边 莲花化身嘛 对不对 事实上地藏菩萨也在 刀立天宫啊 各位读地藏经的时候 对不对 以业力来讲 所有的六道众生 是不可能到天上 对不对 凭谁来 地藏菩萨 威神力 恒河沙结 说难尽 地藏菩萨加持 让所有一切 他度过的六道众生 地狱恶鬼出身 天龙八部 都能够拿着花 上身 刀立天空 见谁 见释迦牟尼佛 共佛陀啊 那是地藏菩萨的 威神力 所以 你去哪一个佛世界 会早日开悟啊 所有的诸佛 都会欢喜成就你的 接下来再看四十三颂 愿身口亦恒心静 诸行刹土亦复然 如是智慧好普贤 愿我与彼皆懂得 四十三 接着四十二颂说 希望我身口亦啊 念念走到哪里 都像普贤菩萨一样 非常清净庄严 我将来成就的 清净的佛国土 跟六度万恨 也跟普贤菩萨一样圆满 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 无上般若智慧的加持 所以他叫普贤王如来 或普贤王菩萨 希望我跟他证悟一样圆满的 就近清净的功德 接下来请看四十四颂 四十四颂请画一个 普贤行跟文书施力 所以文书跟普贤 在华言会上都是同时被提的 请看四十四颂 我为骗尽普贤行 文书施力诸大愿 满笔事业尽无余 未来季节恒无倦 我为了圆满我 像普贤菩萨一样 我为骗尽 普贤菩萨的这个行为呢 普贤十大愿是片满虚空的 而且是清净庄严的 所以叫片境 不但在文书 普贤菩萨的这十大愿王里面呢 它还包含着文书菩萨的 般若空会 所以第二季就像文书施力诸大愿 满笔事业尽无余 这里的笔就是希望我 跟文书跟普贤一样 这里的事业请做个记号 在藏传佛教里面 常常用一个词叫 佛行事业 一般的事业 就是你今天做什么行业啊 我可能做电脑的啦 或是我是做五金的啦 或是我做家具的 那这个事业是指 比较站在自私的角度 你只利益自己为了生存 可是这里佛经讲 满笔事业尽无余 这里的事业是指 佛行事业是指 利益无量众生而做的 未来季节恒无倦 近未来俱啊 我生生世世都不疲不怨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是台湾济梦法师 他的大殿供的大华言寺 叫三世普贤王菩萨 你看到普贤菩萨 这是木雕的 非常庄严哦 听说是明朝的时候到现在的 非常庄严 大象有过去 现在与未来 我们在峨眉山呢 你看到的是四方普贤 代表东南西北 可是这叫三世普贤 就普贤菩萨 你看他合掌 一念之道 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 普贤菩萨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为 骗尽 普贤行 好 接下来再看四十五诵 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安住无量诸行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我所修行是有无量无边的 因为无量无边的心量 无量无边的愿力 所以就会获得无量无边的各种功德 希望我念念从早到晚 二六时中都安住在 无量的六度望恨当中 而了达一切的万法 那一切的万法了达 先从哪里 先从神通而 力量而产生 神通从哪里来 从止观而来 接下来四十六 好 四十六请做个记号 四十六跟四十七 这两个又是一个总结 文书施力勇猛志 谱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看四十七 三世诸佛所称探 如是罪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谱贤书胜行 四十六跟四十七请做个记号 藏传佛教的回向文 就是念这两个寄宋 它是念藏文的 藏传佛教的回向文 就是念四十六跟四十七 当然它前面 前后呢 当然它还有加一些回向文 所以请看四十六 文书施力 它起青色的狮子 有勇猛的智慧 普贤菩萨有 普贤菩萨六度望恨里面 也有智慧 所以它叫普贤慧行 亦复然 我今回向世出世间 以及无量节的一切善根 都随笔 这里的笔是指前面的文书菩萨 跟普贤菩萨两个人 一切的行为我都学习 三世诸佛称探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都永远不疲不厌的赞探 所以下一尊没了菩萨 第一个成佛的时候 它讲什么 《大方广佛华言经》 如是最圣诸大愿 我今天真正的真心回向诸善根 希望得到文书跟普贤 无上殊胜的六度望恨的殊胜果报 所以看五台山最书庄严的书相文书 所以简单的讲 假如你初学佛的时候 大概你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观音跟地藏 可是如果你学佛学佛 学到大乘佛法 你真正发了菩提心 请六度望恨的时候 你才会听到文书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你若不发广大的菩提心 你连贤节一千节 你都听不到有文书菩萨 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甚至你听都听不到 你更不知道说要怎么修使大愿 所以一定是过去世 能够发过四红四愿 还有发广大的菩提心的人 才会听到文书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而我举我个人的例子来讲 下面一段就要讲法华经 大家看到讲义 然后我多说几句 第一个 我自己也是先学华严经 先读普贤菩萨行愿品 我念了快三千步 后来我回去读九九华严 从头到尾 我读过三遍到五遍 一天读一卷 九九华严要九十九天才念完一整套 我在石头山闭关 曾经闭过半年 还每一天要拜一遍华严灿 华严经也有灿法 跟大悲餐一样 接下来我要念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所以九九华严是很长的 信量要很大 我念得非常的欢喜 可是我刚开始跟法华经比较没有那么远 但是我当我念完法华严经以后 念得非常欢喜 我想应该也是文书跟普贤菩萨的加持 后来我就读法华经 我读得非常高兴 那法华经呢都是故事比较多 只有一两品比较难 对不对 以及呢 所谓火宅批育品啊 那有些很多深难自据啊 可是法华经有七个故事啊 我也读得很欢喜 然后呢 我是先从华严经学 然后再学法华经 所以这几年在东南亚 我也有很多地方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在这里我想先公布一下 谢谢贵英还有志光 大概做一个简单调查 没有签的人可以啊 大方百分之八十的人 希望我明年开始讲妙法莲华经 很好 但是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 对不起哦 我要每一年来讲一品要十四年 哎哟 阿弥陀佛 那你都不知道还在不在 所以答案我先说 我会选法华五品 第一品是第二品方便品 第二个是十四品安乐行品 智者大师共修的时候 不是念补门品 是念十四品安乐行品 接下来是第十六品 如来寿亮品 十七不可思议功德品 十六十七是连者 第四个最有名的是吗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第二十五品 最后是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 part one two three 所以各位有DVD整套 师父也很用心 你也很认真学习 所以很多大乘佛法的东西啊 我都讲得很详尽 因此我有个小建议 可能我们在讲五品当中 第一品跟第二品讲 第一次跟第二次法华经讲完以后 我会插讲禅座的大草成禅观 开始教你们禅修 因为禅修是很重要 老菩萨不要害怕 我会慢慢教 我会从零开始 然后讲到第三次或第四次 我就会插一个禅修 所以明年的课程 听起来应该是很精彩的 还有临终关怀系列 还有电影欣赏 还有跟各位座谈分享 然后呢 我也会带大家一日禅修 可能会从早上九点到六点 中午不可以睡觉 我会亲自带你静坐 因为在禅修当中 最难突破的是什么 睡眠 因为我们做一个人 生生世世都睡习惯了 可是财色名时睡 财色名时 有些人比较出众 可是有些人比较淡 最难突破的是昏沉 尤其是吃完午饭的时候 你会昏沉 我会用音乐 然后配你和惊醒 然后呢 我会给你 实在很累的话 后面会排一排椅子 全部嘟咕一下 但是不可以躺下去睡 不可以做卧佛 所以会有一点点辛苦 但会非常精彩 所以会从早上九点到六点 细节改天再跟我各位报告 所以要听到法华经跟华严经 是很了不起的 一定要过去发过广大的菩提心 才会听到这两个菩萨的名号而欢喜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台湾有个比丘尼 他是念法华经 一字一拜 很用功啊 一字一拜 台湾有很多人修妙法莲华经 甚至虔诚到一字一拜 甚至在念法华经的时候 经本一打开来 跑出设例子 那是真的 很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要用功 那有一个比丘尼呢 他在念法华经 他多年都修法华经 他修天台 可是他在修法华经的时候 就看到经本上面 符了两个字 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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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开始觉得这幻境 就把它这样 意思说把它弄开 就继续念 念了十五分钟以后 又看到华言 华言 华言两个字 后来他等个 妙法莲华经读完以后 就去拿大方广国华言经来读 就先读普贤情愿品 一读他就非常欢喜 所以后来他也弘扬华言经 所以这个比丘尼 我不要说名字 就是他自己先修 妙法莲华经 因普贤菩萨加持 然后呢 最后而读华言经 师父是先读华言经 最后再来学法华经 所以华言 法华 般若 还有净佛国土 还有禅官 这是大乘佛法 很重要的五个法门 我再讲一遍 华言 法华 般若 大乘禅官 跟净佛国土 这五个是中国大乘佛法 很重要的地方 请看 现在就讲法华经 请看二十八品 讲义第三十八页 第十六行 妙法莲华经 简单的说 虽然有二十八品 刚才我们讲法华 有五品 可是若以菩萨架构来讲 第一品跟第二品 站起来的是谁呢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 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佛 然后问文书 施利菩萨 为他回答 接下来有 妙音 观音 很多的妙王菩萨本事品 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在里面 最后第二十八品 有两位菩萨 一 弥勒菩萨 还有 普贤菩萨 所以在 我以前在新加坡 佛教青年红法团 有一年 我就是讲过 法华经 普贤菩萨 劝发品 第二十八品 专门赞叹 梅勒菩萨 跟普贤菩萨 那大家听得非常欢喜 师父也是第一次公开介绍 梅勒菩萨 很多人想 新红寺不是 你要阿弥陀佛的吗 他怎么介绍 梅勒菩萨呢 当然 求生极乐世界的人 也要赞叹 下一尊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在 普贤菩萨 劝发品 第二十八品 最后结束的时候 有一段经文 现在看 三十八页 第十七行 这段很重要 请背起来 福告普贤菩萨 若善男子善女人 假如他能够 圆满成就四法 纵使在如来 灭渡以后 非常久远的时间 他因为素式的功德 一定会当得 是妙法莲华经 把这个当得的 得子先画起来 后面会解释 那四法呢 第一 为诸佛所互念 二 执重得本 就是过去世 修福修慧 这个善根深厚 第三个 这个人心入 大乘的镇定句 也就是修大乘禅观 不是小乘禅观 入镇定句 是指大乘禅观 第四 这个人愿意发愿 救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心 像慈祭 就是第四个 所以慈祭功德会里面 其实他们 是送妙法莲华经的 法华三经里面 也有部经 也是无量一经 还有一部经叫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这是叫法华三经 其实慈祭功德会的 所有的人 都是送妙法莲华经 而所有东南亚的华人 其实大部分 也是送妙法莲华经的 什么 普门品 普门品就是出自于 妙法莲华经 是观世音菩萨的悲愿 请看经文 若善男子善女人 如是成就四法 于如来灭度之后 一定会得到这部经 好 那这四个里面有解释 翻过来三十九页 很重要 请看 当德是法华经 这个德是指 要通达义去 不是说你拿到 法华经的经本 那拿了没有用 因为那只是纸跟书 印刷厂不是印的最多吗 可是印刷厂的工人 你会发现 印度尼西亚人或马来人 在包法华经经文的时候 他虽然也有功德 但是他并不了解 法华经讲什么 所以这个当德的德 若从外缘 内因 程度跟发心 它有四个意思 请看讲义 第一个 外缘的external condition 是为诸佛互念 天清菩萨说 要善根成熟的菩萨 才能蒙佛互念 那什么叫善根 请背起来 会考你 性静念定会 这叫做五根 也叫做五力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人有善根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哎呀他很有善根 他看到师父会合掌 前几天我跟志光 去买一样东西 因为我没有那个shower gel 洗沐浴乳用完 我一到那个 其实那应该是马来人的市场吧 就是附近我也不知道哪一个 对不对 就我以前有个小朋友看到 师父阿弥陀佛 你从哪里来 你看 他才五岁 看到我知道 念阿弥陀佛 还问我你从哪来 他还有一个妹妹三岁 他妈妈也跟我打招呼 你看一般人呢 看到师父啊 是不一定会打招呼的 还有香港人看到和尚 看到和尚 哎呀今天会输光光 赶快跑 其实不见得 看到和尚 我告诉你 烦恼会去光光 不是输光光 要看你怎么想 你看一个小朋友 看到三宝 他会合掌 这个就是有善根 他对佛法有信心 有些儿童佛学班 小朋友愿意呢 来上儿童佛学 对不对 很开心 这个就是有善根 所以当我们看到 小朋友的时候 不要轻视 所以古来禅宗说 出发心的菩萨 绝对不可以轻视小沙咪 最有名的小沙咪呢 日本就是谁 异修和尚嘛 各位都听过他的故事吧 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小孩啊 小孩呢 搞不好他成佛的时候 比你快啊 你看我们这么老了 对不对 才学佛 你看小朋友 这么小的时候才学佛 很惭愧 所以像想到师父 我是19岁跟20岁的时候 才学佛 19岁以前 我也像世俗人一样 烦恼很多 心也不错啦 但是脾气也很不太好 也有些习气 可是就没有人跟我讲佛法 乡下的时候 我们只拜观音娘娘 后来我长大 才知道 娘娘的话就有公公 对不对 请问观音菩萨 应该叫观音菩萨嘛 所以我小时候 也没有人跟我讲佛法 假如小时候啊 就有人叫我 普贤行愿品的话 那我可能现在就变 普贤王如来了 所以看到小朋友 要赞叹他 他比我们有善根 谁先成佛是不知道 所以什么叫善根 答案叫 信静念定会 有信心 很精静 而且正念分明 有禅定 有智慧 这个叫做有善根 那具有这样善根的菩萨 才能够蒙佛互念 这个是指内凡位 好请看 经文里面有分内凡跟外凡 简单地讲内跟外 就像佛堂的内跟外 外面呢 就还没有进佛堂的人呢 就心位于里相合 虽然像佛道 但是有取着的心 把有取着心画起来 我们常常就很执着 所以我们是凡夫 而且是什么 佛门外的凡夫 虽然你皈依了 还是叫做外凡 因为我们有执着 有取舍 什么叫内凡呢 念念与无上菩提 相应 气会第一意义 第一意义 这里是指 般若波罗蜜 也说你了解空性的效法 你才叫做内凡 所以这个圆就不一样 第二个再看内因 内因是执重善本 就是有些人啊 他多生多节 就能够做造桥 铺路 帮助别人 累积很多的善根福的因缘 你会看到 有很多人虽然没学佛 但是他善根很好 他一看相貌也很庄严 对不对 他这一生也做了很多善事 比方说有很多很多的会馆 或同乡会 或慈善机构 他们本身就修了很多善法 你们是来回向的吗 快要结束了 请看德本 执重德本 什么叫功德之本呢 答案是十善业道 三十七道品 六度 六度当中 还以般若 波罗蜜为根本 最为重要 下面请做个记号 看一下 谁先得圣道 也就是在无上的菩提里 谁先成佛 你知道吗 般若智慧越强的人 他会比别人先成佛 因为在般若空性的教法当中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 虽然佛 他也讲 他经过三大阿僧集结而成佛 也有经论讲 无量阿僧集结成佛 当他从出发心 菩提心 一直到成佛的时候 一个阿僧集结圆满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第一尊佛 释迦牟尼佛 是遇到燃灯佛 为他授记 表示你将来一定会成佛 注意听 授记不是预言 预言是会变的 各位现在都在流行 2012年12月21号 指示节会末日 那个预言 其实这个地球上 好几次预言都不准 表示众生的心会改变 业会改变 可是授记是什么 是看你这条河流的水 一直流流流流 流的方向正确 有一天 不管时间的长短 一定会流到大海 这叫做授记 授记 只有八项成道的佛 才能为人授记 菩萨都没有资格 为人家授记 除非是等觉菩萨 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 这些大菩萨 是早就先存佛的 这个是例外 请看 谁先得圣道呢 是有般若波罗蜜智慧强的 所以最后 学普贤十大院 跟般若空性的文书法 蛮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众生有不同的程度 Different than the level 叫入正定句 我刚才讲 入正定句是进入大乘的三昧 请看经文第39页第15行 诸法实相 安住不动 得无身法人 以入圣位 这里的得无身法人 请画起来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皮拔志 也就是简单说 是七地跟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 你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要有十个头 那就是代表 华严经的十地 你看 千手观世音菩萨 三三得九 再加上两个 十一地 为什么佛菩萨 有这么多的头 答案是代表 华严经的十阶位 各位要去看十地经论 其实大乘佛法讲六度之外 最后修行要讲十地 一般人很少讲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商业经社的网站 我曾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讲过十地经论 所以你看商业经社的大殿 头有三三得九 再加上面两个 就十一地 十地是法云地 刚才讲米勒菩萨 十一地就成佛了 这是代表华严经的阶位 请看下面的经文 所以无声乏人 请做个记号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答案到了极乐世界 你一念顿超可以约八地 八地就是不动地菩萨 无声乏人 所以阿弥陀经叫 众生生者皆是阿皮拔志 阿皮拔志是梵文 翻成中文就叫无声乏人 他们对一切的万法 都可以从假入空观 而正入到见到位 见到位就是见到像初一十五的月亮 它就像十或是十二的月亮一样 它可以见到成佛之道 而且不会走错路 接下来再看发心 发心刚才讲 就是你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 佛教里面的慈禧功德会 哪里有灾难 哪里我就会去救度众生 他们常常赞叹慈禧的 叫从地涌出品的菩萨 请看经文第39页第18行 注简说 以菩提心 红世 以四红世愿 广度众生 寻生救苦 尽心尽力救众生苦 但是也知道 一切的万法跟众生 毕竟是了不可得的 请把毕竟了不可得画起来 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空性 也就是它可以修 从空出假观 这是修到位的这个劫次 接下来再看做一个总结 第20行 此四法 请背起来 如果要考法华经的话 这四条是一定考的 四法包含无量无边的普贤行 也就是说 普贤十大愿经过十条 可以解释为重重无尽 若重重无尽 十大愿王把它浓缩 就是这四条 诸佛互念 执重德本 入正定句 发救一切众生之心 这四个里面 只少你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 你就会听到 妙法莲华经 跟大方广佛华言经 所以我想我们过去 各位呢 都曾经发过要救度众生的心 我们也有生修过 执重德本 我们也有善根 性敬念定会 但问题是我们会起起伏伏的 好 再把这四个 全部浓缩成一个的话 就叫做 情修清敬波罗蜜 净土中 也是要修清敬心 心敬则土敬 这样听懂吗 我再讲一遍 普贤十大愿 十大愿王 展开讲可以重重无尽 如果普贤十大愿 把它浓缩 就是这四条 再浓缩一条 叫 清修清敬波罗蜜 这样了解吗 所以普贤菩萨 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 所以你修普贤菩萨的法门 就包含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的法门 所以这是 峨眉山十方 普贤王菩萨 各位发愿吧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 跟菩提家也 一年去一个地方 你至少要五年的 对不对 加油加油 好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经文 就先讲到这里 但是还有几分钟 我想教各位一首歌 因为我们明天 还只有两个晚上 最后一天还要点灯 回答问题 明天我还会讲经文 我会讲后面的重点 所以明天会从三十九页 讲到四十五页 我全部会讲完 而且我尽量把它讲完 不能讲完 我会讲一半 然后我会挑重点讲 而且还会讲 华言跟净土法门的关系 所以可以的话 请三十九页到四十五页 请你先预洗一下 最后一天会点灯 明天礼拜一 我还会继续教各位 阿弥陀佛 别相的禅观 今天教的是总相 好 那现在请各位翻开 佛曲五十一页 烦恼记菩提 好 这张佛卡非常的庄严 希望你今天就带回家 晚上就可以开始供 或明天开始供 希望你能够真正念念 做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而没有障碍 好 那先听烦恼记菩提 先听两遍好了 待会我会叫你大声唱 师父会叫你 先听一遍好了 第二遍我们大声唱 因为时间有限 第一遍先听 然后呢 他的歌词写得很好 然后呢 你先听的 第二遍请大家大声唱 第三遍我会为各位讲解 请问这里的这是在哪里 菩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烦恼里 若无所住烦恼记菩提 若有所住菩提即烦恼 第一遍你 第一遍 第二遍讲痛苦 你觉得很苦 痛苦在哪里啊 痛苦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痛苦记菩提 若有所住 菩提即痛苦 第三遍我会为各位讲 Started 准备第二遍请大家一声大声唱 第三遍请大家一声 吴明在哪里啊 在这里在这里在你的心里 吴明在哪里啊 在这里在这里在你的吴明里 若无所住吴明即吴明 若有所住吴明即吴明 掌声鼓励一下吧 唱得不错不错 这个是台湾一个凡夫唱的歌 它是很有善根的 它很有善根的 而且它写的词呢很有禅意 好你可以看 好请看讲义 我简单的解释 可以把烦恼痛苦跟无名三个先画起来 第一个我们都会觉得生活很烦恼 苦苦恼恼的 哎呀今天好烦哦 常常听年轻人讲 哎呀好无聊啊 好烦哦对不对 烦恼在哪里啊 你想一想 在这里在这里 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啊 有时候假如这个歌曲 带小朋友带动唱了 在这里呢有人会指这里 在这里 对有人指在心脏 我上次教的时候 还有小朋友指在屁股里 指在这里呢 你说你的心 请问是在头呢 还是心脏呢 还是心脏的两个中间呢 你说哎呀我心都碎了 你的心是指什么心 是有形的器官的心呢 还是无形的心理的心呢 还是你精神层面的心呢 这很有趣啊 烦恼在哪里啊 在这里在这里 其实烦恼是在你的心里啊 菩提呢 请问在哪里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请问觉悟在哪里啊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烦恼里啊 原来烦恼里当中 是会长出菩提树的 有一个最有举的例子 你可以写火焰化红莲 火焰就是你的烦恼 火焰当中啊 会出现红莲 红色的莲花是菩提呀 接下来若无所住 跟若有所住 把这两句话起来 这全部的刻就是告诉你 假如你不执着的话 烦恼啊可以转为菩提 烦恼越大 你觉悟越深啊 可是若有所住 若有所住 若你很执着 你很计较的话 那清静的菩提呀 也会变成你的烦恼啊 所以换句话说 烦恼跟菩提呢 像一体两面 看相看师父的手 觉悟的时候是菩提 迷惑的时候是烦恼 都是你同一个心啊 对不对 所以五主六十五会能大师啊 对不对 对五主说 迷时失度啊 悟时自度啊 人觉悟是在迷跟悟而已 没有学佛 你就很无名 然后呢迷失了 你每天就是苦苦恼恼的 你拥有了很多 有车子 房子 银子 妻子 什么子都有了 可是你还是不满足的 你很苦恼 可是若你很知足 很满足的时候 你拥有的时候 一切的东西 你都很快乐 这叫做菩提 所以若无所住 跟若有所住 把它画起来 这里的住 是指着 执着 占有 计较 跟放不下 再讲一遍 执着 占有 计较 跟放不下 所以我常常说 快乐啊 不是拥有很多 而是计较少一点 并不是说你有房子 一栋一栋一栋 越来越多 你就虽然很有钱 但并不代表快乐 各位不要羡慕有钱人 你真的跟有钱人上相处 你就知道 有钱人呢 很会计较的 很爱面子的 很爱发脾气的 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对不对 你很难想象的 对不对 他应该看中国大陆的变脸 真的 众生是这样 情识多云 偶正语 可是你有时候发觉 贫穷的人反而比较好相处 为什么 他老实 很单纯 所以有点笨一点 有时候他也不会 举一反三 少一根筋 少一根筋 烦恼也少一点 有时候众生就太多根筋了 知道吗 接下来再看 痛苦在哪里 痛苦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你为什么觉得痛苦呢 因为你的觉得心碎了 好 现在我有个问题来问你 Q&A写下来 什么样的情况 让你心碎了 回去想一想 明天我会问 比如说有些男女朋友吵架 哎呀 山蒙海誓 我的心都碎了 那请问你把心拿给我 好 第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让你心碎了 举个例子 被朋友出卖了 或朋友背叛你了 你心也会碎了 你被师父骂的时候 你会不会心碎呢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你心碎 请写下来 第二个 当你心碎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注意听你先不要跟我讲 我想到佛号 也就是师父这样问你的意思说 你要学着 当你是心碎的时候 你有什么方法去转变你的心 因为你转变你的心 你才会生起大悲心去救度众生 所以请看第二段 痛苦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改里 菩提在哪里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原来菩提是从你的痛苦当中 觉悟出来的 所以人能吃苦啊 对不对 我们中国讲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你没有吃过苦啊 你是不会有觉悟的 菩提就是觉性跟觉悟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都不太能吃苦啊 所以觉悟也没有很多 现在小朋友只有一个觉悟 觉悟就是要打电动玩具 接下来 若无所助啊 你没有执着的时候 痛苦虽然痛苦啊 痛苦可以让你转变 升起大悲心 所以痛苦本身啊 就是菩提的 真上源 可是若你很执着的话 菩提啊 也会变成 痛大的痛苦 变小痛苦 中痛苦 跟大痛苦啊 最后 第三个讲 无名 我们常常讲 你这个人 无名火很大 有没有 那莫名其妙 你怎么发无名火呢 中国字里面叫无名火 无名简单的讲 反过来就心不清净 就像镜子一样 上面很多灰尘 这就叫无名嘛 当然我有根本无名 跟枝末无名 我先不要讲那么深 所以无名在哪里呢 我们常常有意无意 发起了无名火 无名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在你非常不爽的心里面 不顺服 不舒服的心里 那请问 菩提在哪里呢 菩提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无名当中 可以觉悟而生起菩提啊 假如我们能够学着 用智慧 般若的空会 大家都知道 一切的万法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由你自心显现的 所以我昨天问过你 现在再问一次 当你看人家 一切都不顺眼的时候 是谁不顺眼啊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记得哦 这是佛教心性最高的教法 一切的万法 都不是真实的 你看人家 都是你心的反射 其实你看人家很庄严 是你的心很庄严 你看人家很精进 其实你的心 反射出精进的能量 所以最后告诉你 假如你了悟空性的教法 无名 痛苦 烦恼 都可以转成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烦恼是指情绪 痛苦是你身心接受的结果 无名是你根本的念头 所以众生就是苦苦恼恼 痛痛苦苦啊 动不动呢 就是很情绪的发无名火 所以哪里都很痛苦啊 走遍三千大千世界啊 都很苦 假如你能够把烦恼 痛苦跟菩提 透过不要执着 透过空性的教法 通过禅修的方法 透过念佛 念法 念身 透过诵经 念佛 持咒 跟禅定 烦恼越多 痛苦越多 无名越多 你转的就是更广大的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结论呢 都是在你的心里 这个心又可以产生正面的作用 我常常说的 清静心 菩提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要发心 这些正面的作用 是真的 可是我们的心 若不控制的话 它也会起负面的作用 嫉妒心 吃醋的心 说是非的心 分党派的心 懒惰的心 懈怠的心 它也会让你迷失的 所以我举的那个蛇的故事 就是说 佛陀说的 心可以让你成佛 心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 所以调伏自己的心 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烦恼即菩提 我再多说一个几句 多说几句 做总结 这烦恼即菩提 要分三个层次讲 第一个 烦恼 写下来 一 烦恼不是菩提 这是第一层 烦恼就是烦恼 菩提归菩提 就像中国讲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这是第一层 第二个阶段 应该叫 转烦恼为菩提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第三个 烦恼既不提 看山又是山 看水又是水 它是中国很了不起的 禅宗三个境界 所以你不要动开始 虽然这首歌 是讲烦恼即菩提 它的境界是很高 是讲般若空性 可是我们要先知道 第一个阶段 烦恼跟菩提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要学着慢慢转你的 贪嗔之烦恼 变为菩提 第三个 你才会证悟到 烦恼即菩提 那就恭喜你 你这辈子学佛法 就有产生很大的力量了 好 讲经就讲到这里 我们念回向文 看五十一页 最底下 我词普贤书圣行 一起念 我词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下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好 录影就录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我词公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